除了用路人行间路口要放慢速度之外 过去一年全台路口事故有5000件 造成大约500人死亡 车祸主因还有的是因为内轮差视线死角所导致 因此在嘉义监理所召集驾训班的业者实地演练 要透过驾训班的传授 让所有前来考照的民众 把内轮差和视线死角内化 成为学习开车时的基本功 降低路口事故发生率 前方十字路口 左侧一辆大货车要左转 因为事先死角 前方骑着脚踏车的民众 直接被货车撞了过去 同样情形这名街 骑士来到路口跟着一旁大车要右转 一样又是内轮差 骑士遭撞倒地 机车遭脸弹起 而更多时候大多都是民众抢快转车缝 骑士抢快超过大货车通过路口 幸好驾驶发现了早右转时 紧急下车才没发生意外 根据统计过去一年 全台路口事故就有五千件 造成约五百人死亡 造势原因不少都是因为内轮差 建理所造极家训班业者 实际演练 大客车又转弯 地上红色内轮差区域摆上气球 模拟车或瞬间 气球当场被碾爆 实际坐上车 从驾驶角度观看后照镜 现在真的不好 大的 我们死角 左右还有前后都看不到 透过实际演练 体验内轮差带的危险性 民众除了尽量避开大车旁边 还有这两点保命关系 这个地方他看得到我 我就看得到他 最好的方法 就是新人要举起手来 除了用户人要注意 政府也规定搭车上 都必须增设视野辅助器 并纳入驾车项目 为者最终可注销牌照 希望有效降低内轮差 造成的事故发生率 借过阵营与林桑目岛